中午過後 恆春半島風雨增強 民宿鐵門得兼顧進出和防潭 業者不得已 只開一半 民宿還有觀光客 來到後壁湖海產街 假日商機遇到颱風通通搖斬 業者直言也怕颱風越晚 風雨越大打算做完午餐 生意就打殃 恆春半島海岸線 早已全數封閉 防台擺第一 水上活動業者商機 確定泡湯 沙灘插上紅旗 海巡人員只怕遊客誤闖 來到香蕉灣 風勢明顯 長浪一個接著一個打上岸 再轉到龍盤公園 第一次來 所以就是過來看一下 對 風雨無阻 龍盤公園出現不少追風遊客 強風一刮 雨傘根本撐不住 颱風天還是不能冒險 三地新聞南部綜合報導